如果说万八千元的运动表是皮夹克的话 你选中了你心目中的皮夹克了吗 万表流行力 天出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如果你是个严肃的万表爱好者 你一定觉得造型经典的正装表才是正统 不过大家也都不否认 一款百搭的通勤表 也足以让人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把玩 男人的一处理应该有一件皮衣 剪裁得体 用料足 做工好的皮夹克 场合百搭 季节宽泛 可以穿一辈子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玩表要玩机械表 即使是通勤款 也要有颜值 机芯还要好 如果还是运动款就更好了 坚固 防水 防磁 戴起来就更省心了 还不能太贵 最好万八千块钱 这种表 市场上有吗 还真有 而且还是加强型的日本本土版 西铁城的全新的八系可能是第一选项 不论从品牌历史 外形设计 做工 乃至机芯性能都支持这种判断 一说西铁城 你肯定想到的是光动能万表 没错 光动能EcoDrive是西铁城的注册商标 不光是太阳能 任何可见光都可以为万表提供能量 这个理念 乍一听啊 是为了省心 不用上弦 但其实光动能的更高诉求是爱护我们的地球 不用换电池 不抛弃电池 这就要说这西铁城旗下兼具功能性和实用性的高端机械表 也就是八系 这可不是西铁城头一次出高端机械表啊 西铁城是靠机械表起家的 而且如果你去过东京银座的旗舰店 你会发现西铁城一直有高端机械表 就是那种常常被人们拿来跟劳力士PK的那种 八系最初是2008年亮相 当初确实是本土版 可以算是西铁城的现代日常运动表的诠释 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通勤表 但是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之大 居然让西铁城把本土版同步过来了 全新八系的推出属于西铁城 在万元价位机械表的强势回归 新款万表搭带两种改进的机械机芯 增强的防磁性能 更符合现代数字化社会的日常需求 万表不谈颜值都是物需 万表的美学分现代美学和传统美学 万表已经有百年历史 早期的万表绝大多数属于造型浮冲功能的设计 圆形的表壳长出俩表耳来 用来连接表袋 但你知道吗 早期的万表造型还要听表壳厂的呢 是制造工艺限制了万表造型的自由度 品牌之间在研制上唯一能够比拼的 也就是比例关系了 这几乎是唯一的美学维度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基加的某款像百达斐利 万宝龙的又像基加等等 到了60年代 高级万表增加了一个美学维度 就是外观打磨 人们发现复合打磨 也就是脱光和拉斯组合 让万表更显好了 当然成本也高了 但这也是西铁城这样的雄厚实力的品牌所擅长的 还记得上期我们说西铁城集团有几大支柱吗 其中之一就是精密制造 西铁城把这个强项用在了万表上 再加上规模化生产 让这种高超的造型技巧 能够应用在万八千元的万表上 如果说浪琴的八针月像 可以算复杂功能的入门款 那么西铁城的八系 就是豪华运动表的入门 在造型方面 八系用的是当下相当火爆的豪华运动表 必用的整体式造型 也就是表格和链带一体化设计 类似于手镯化的设计 打造这种运动的手势 离不开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多件式表格结构 你看870 它的表圈是两件式结构 不同的光泽 甚至是材质组合 严丝合缝 传统结构 是做不出这种效果的 这个870这两款 就是在这个表圈上有区别 你看这是抛光的 这是黑色的 这是说明什么呢 两件式结构允许你对不同材质进行组合 获得不同的效果 腕表以极简主义风格形成的冷静气质 带来打破繁琐生活的强大力量 给人以坚定和勇气 这听起来有点像日本刀 更有东方的蝉的意境 8系中的数字8 刚好代表无限符号 西底层腕表 工艺有无限可能 那位说了 这么高的颜值机芯匹配吗 西底层这两款全新的机械机芯 增强了防磁功能 厚度是4.1毫米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么说吧 比ETA的2824厚度是4.6毫米 还要薄 这才能做出更薄的腕表 戴起来才更加舒适 8系有三个子系列 它们是870 830 还有一个831 就是我手上戴这个 这三个子系列尺寸几乎相同 都是40毫米左右 厚度也就是10到12毫米 相对比较薄 所有的表款表格设计都很当代 有锋利的颗面 拉丝和抛光表面的组合 以及圆形表圈和有角度的中央表壳的组合 除了镀金表壳以外 都配备一体式的轨钢链带 整个是一个运动的手镯的感觉 不过870和830价格小贵 机芯是0950 有比2824更长的动力储备 达到50小时 870和830的精度是相对比较高的 两种机芯都防磁 符合JISB7024 也就是日本工业标准 对抗磁便携式手表的要求 抗磁能力达到16000安培米 这些表的防磁能力 是传统机械手表的磁组的三倍 现在咱们上手试戴一下870 我认为870是这些表里最炫技的 我们做这些节目动用了不少资源 最好是关注一下 或者是一键三连 这块表有黑色或者银色 两种表白 是一款运动型钢表 它的主要特点是 两件式的表圈和一体式的链带 直径是41毫米 厚度是11毫米 防御深度达100米 这个尺寸颠覆了我的直觉 过去我觉得同样的防水 劳力士因为豪式表格结构 成为统计中最薄的 但是这款870 同样防水100米 表格厚度才11毫米 劳力士的Dajust是10.5毫米 可以说旗鼓相当 再说一下830这款表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款表有三层表盘 它最下面是金属底座 往上是珍珠贝母表盘 再上面是网格 这个表壳比刚才说870 它稍微更有棱角一点 有更宽的表耳 而且还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硕大的表冠护桥 直径是40毫米 下面再试带一下 这个系列性价比最高的款式831 这就是831 这是这个系列的我认为最实惠的一款 有的流行的配色 比如说蓝色表盘 还有复合的皮带 皮带带 尺寸是跟870一样 都是40毫米 但是你看它的表壳 是个八角形的 是不是想到了某树 机芯是9051机芯 冻处42小时 如果你看它细节的话 你发现它细节的非常的丰富 侧面的细节 什么的非常饱满 如果说万八千元的运动表 是皮夹克的话 你选中了你心目中的皮夹克了吗 会让留言中告诉我们 OK 西铁城8系的这些表 就先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频道 谢谢 再见